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呢 3D點線面創物體 這個適合3D點線的小朋友 這個打開來呢 裡面有非常多攤的圖卡 小朋友可以根據圖卡裡面去做 組裝 利用球 跟連結棒 然後做出平面 或者是後面更難的立體結構 我們來看魯寶要先挑戰這個圓圈圈的 圓圈圈是什麼 綠色的球 跟這個彎曲的連結棒 然後呢 這個球呢 其實蠻特別的 有蘑菇 有點像啦 有點像蘑菇 然後呢 這個球呢 它有分所謂的 綠色的球 跟藍色的球 綠色的球 仔細看喔 這個都是45度的角度 等於它打的都是45度的洞 那藍色的球呢 它都是以60度60度打一個洞 就是意思說呢 這顆球可以串連1 2 3 4 5 6 可以6個60度 總共360度 把它串起來 欸 這可以當手鍊 來 好 好 這樣 完成 這個很難喔 P型 你幫我挑4顆綠色球 1 2 3 4 那你幫我找1根蘿蔔 好 來 你幫我5個 等一下喔 然後接下來 我們來找茄子 這個茄子 這個茄子 這個我們來蓋這個房子好不好 來踢足球囉 踢得一下一下 你如果可以踢到我的球門你就贏了 啊這是足球喔 要用踢的 預備 開始 欸你怎麼踢進去你的球門 踢到爸爸的球門你就贏了 來 踢進球 喔 獲勝 獲勝 耶 你獲勝了1分 這個呢還可以就是讓小朋友他自己去發揮看到組裝什麼 他這個玩具呢還得過 Healy Week 對 File Week 的獎項 接下來我們要挑戰一個 隧道的遊戲 好來 中道了有沒有 完成 我完成了我成功了耶 入寶 好 這是你完成的隧道嗎 嗯 上一次是的喔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喔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喜歡我們呢 記得訂閱按讚加什麼 分享